在天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必须要格外的注意以免发生火灾 但就在2月25号一名长途巴士司机竟然在天游的时候一边抽烟 从视频中可以看见一名身穿红色商业的长途巴士司机 在天游的过程中竟然一边抽烟 甚至在天玩游后将未熄灭的烟蒂随手丢弃在游戏站内 嘴里还吐出了浓浓的烟雾 这种危险的行为不仅威胁到他自己的安全 也可能危及到周围环境和其他人员的生命安全 该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后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同时游战业者也已经向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门投诉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采取行动 穆亚林警区主任穆哈默哈尼斯警监发文告指出 该事件发生在美冷渠南北大道南下路段的一家天游站 根据巴士司机的行为 可以在2004年烟炒管制法令下被提控上法庭 一旦罪成 可被罚款不超过一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两年 同时他也呼吁民众不要在禁烟区域 尤其是在天游站内抽烟 以免造成伤害灾难及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 总之油站是一个高风险的火灾区域 任何不慎的行为都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因此在天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发生意外 现在我就要来考考你们到底有哪些行为是不允许在天游时进行的 A. 一边天游一边使用手机 B. 天游时没有关闭汽车的引擎 C. 以上的行为均不被允许 欢迎在底下理性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